而事實上國防部行政院今年的時候已經有不再飆售的一個決議 那為什麼國防部今年又突然改變這個決議 然後又之後又開始進行飆售 這件案子背後有沒有像它上面 新聞上所講的有立委施壓 國防部有沒有今因為立委施壓而賤賣土地 有沒有這種狀況 部長 我跟委員首先報一下 月秉這個案子要詳細他們比較清楚 我覺得國防部有時候蠻立場就講說蠻委屈的 有施壓所以委屈是不是 沒有什麼施壓 這我沒有講 而且都是片面的 我也沒有講哪個講對講錯 當然不同立見我們予以尊重 我也相信一定是其來有志 我也不去否定它 但好歹講說讓我們大家多溝通協調一下 因為我遇到那麼多事情 我覺得溝通協調很重要 而且到目前為止沒有哪位委員或者明代或者媒體不能溝通的 那片面這時候我沒有評論 但是我很樂意我們的人員去 部長我這邊就問今天行政院本來針對國有的土地 已經有不再標售的決議 而這塊土地過去也已經有五次公開招標都沒有成了 結果今年就在最近這幾個月突然又開始要標售它 這中間到底有沒有涉及到違反這樣的一個行政院的做法 國防部為什麼會這樣子一個調整 那今天你也看到你們自己的人員也明顯有感受到一些不一樣的一個力量 當然他仍然希望能夠秉公處理 我們也看到他的一個態度 所以這個事情我說你國防部 你不應該委屈啊 你應該要能夠站在一個公正立場上維護你的你的人員來做這些事情 其實老實說政戰局很辛苦你說國有土地這麼多 我們過去在了解全台灣有一百多筆土地 都是他們在做 如果這些事情上面因為受到政治的壓力 不當的壓力的時候你國防部長要挺出來啊 國防部長站出來要挺你們的人員啊 我跟委員報告任何事要委屈的我們國防部絕對站出來 所以說同仁我傳媒的角怪他哪一個 我就跟政戰局講得很清楚 他所面對到的他的個人情緒的發揮 我們不做考慮代表他很負責進職 但任何一個他只要承受到壓力 他不能夠自己處理的話 我們當長官的從處長到他局長到我本人 都有這個意義我一些責任 一定要出來做說明 如果今天委員加油點時間 讓我們夜館的處長跟您做一個很簡單的說明好不好 我希望你們做一個說明簡單 因為這個是跟招委借時間 我們請你做個說明 部長剛剛原則說了 細節你們是不是做一個說明 有沒有受到施壓有沒有違反行政院的決議 為什麼你們會突然又把這個決定做了改變 為什麼 報告委員我是眷護處處長簡單跟委員做個報告 第一個沒有上述所謂施壓的問題 第二個 只有溝通沒有施壓 有溝通但是沒有施壓 溝通不是施壓 然後第二個行政院在110年37號的函視是說我們無需再處分土地 其實針對上衛 說針對新增的個案的部分 檢討是不是需要處分 那以及持續在列標的個案的話 可以繼續來做處分 以上報告 所以你們認為 沒有違反行政院的決議 這個部分都有跟行政院都有請示過 這個部分喔 是因為105年這筆土地就已經 你們跟行政院請示的公文在哪裡 那個主機總處有函視 把他拿出來 我們把那個公文拿出來 我們看你怎麼樣子跟他請示 行政院怎麼樣的答應 這個事情國人都在看 這到底背後有沒有這個疑問 我們要來看 最後我介紹 如果有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往往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掃描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頭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要請大家多多支持